今天看报纸好像是同学上课都在刷手机 这个当然是更为影响你们聆听的能力 调侃同学别在滑手机半导体教父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现身交通大学要给年轻人七大中骨 请学中英文之口头与血说表达 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职业一生有用 第二个在大学里学会一套谋生的本领 哈佛的那一年我十八岁是我人生的最兴奋的一年 但是我也是那个时候也相当现实了 我知道哈佛的degree不是一个专业的degree 学一套谋生本领还要大学生多看书交朋友少写笔记 我这个台积电人想啊我是不赞成他们这个写笔记的 写笔记本身是其实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啊问题是你写笔记的话 你一定降低你的你的聆听的这个得到的东西 大学的这几年啊 恐怕是你最后的机会 交到一个跟你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好朋友了 羊羊沙沙一小时分享80年教父经验就希望年轻人能为未来拼出希望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报 但是拖着有没有 是有的好朋友 对吧 您好